欢迎收看美食不打烊 大家好,我是杨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茄子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个茄子 切掉头部 青茄子的皮比较厚 所以把它去一下皮 去皮后的茄子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切片 最后切成均匀的长条 然后把切好的茄子条摆入盘中 放一边备用 下一步准备一些辅料 大蒜剁碎 增加蒜香味 小米辣切碎 增加辣味 最后再切点小葱花 用来点缀 准备一些辣椒粉 做点辣椒油 加一点点的盐 两勺刚剁好的蒜末 再来点白芝麻 最后分两次浇上葱油 搅拌均匀 辣椒油 做好以后 把刚才准备好的茄子放入蒸锅中 甩开入锅 把茄子蒸熟蒸透 大概需要六分钟左右 然后在蒸茄子的时候来调一碗料汁 两勺生抽 两勺陈醋 半小勺的盐 两勺白糖 一大勺蚝油 最后再来两勺刚做好的辣椒油 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茄子刚好蒸熟 戴上手套 慢慢地把它端出来 小心烫伤 然后均匀地浇上调好的料汁 在上面撒上准备好的蒜末 小米辣 然后浇上热油 激发出蒜香味 最后撒上小葱花 即可食用 茄子入口时 咸鲜中含有酸辣 茴味中还有一丝甜味 非常的下饭 欢迎点评 点赞 转发收藏